閱讀是什麼 這講理論 我們都知道了 我們要的就是能夠實作 要的它是重視證據 九五課綱這一版本開始 歷史課綱它強調了核心能力 因果關係 時訊觀念 證據法則 甚至歷史理解 歷史思維等等 到百年課綱 一樣 地模一樣 各位 你們可以推論 那107 我們歷史的新的領當 會不會相同 已經脫離不出來 可是 換成我們第一線教師 你怎麼樣把它變成在必修課 還有我說的兩節以上的這種加深加廣的選修 一小時的這個古舊型的選修 你不要犯想 會不會是說我們現在必修 通通都講台灣史就好了 那其他的選修就是中國史跟世界史 絕對不會 我等一下會給你看香港的例子 我帶香港的例子給各位 所以各位 你的起步不是從零開始 是有人 有人做了前鋒 做了先驅 那我們踩在它的基礎上 不是漫天抓東西 我給你理論 然後我給你資料 我們從這裡開始下載 那你要做的是找一群partner 跟你有志一同呢 慢慢開始 慢慢開始 因為它要醞釀一段時間 那這個 我也不講 都是理論 來 下面 披薩4的閱讀啊 我們台南大學在地 台南大學的網站有 而且它有提供 利用的考題 因為它要翻譯 把它翻成中文 所以是台南大學在做負責 你可以去搜集它的披薩這頁裡面的閱讀類的考題 你會發現 它很生活 它幾乎跟你生活的東西息息相關 可是它本身已經是結合了所有的知識 栗枝 給你看栗枝 這是它的整個的架構 架構的點在哪裡 在下面 最後一行 這我不講 因為我們用心靈神略 神會就好 節省速度 我們先看喔 擷取訊息的實務操作 同等解釋來 這都太過信了 來 開始 如果是莊老師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已經在做測驗了 我念一下好不好 容許我念一下 這是一所欲言 我們可能小時候都看過這個故事 可是我們怎麼把它變成一個題目 怎麼做成一個測驗來考閱讀能力 比你的素養夠不夠 我念一下 有一個守財母賣掉了所有的東西 買了一塊金子 他把金子埋在老牆旁邊的地洞 每天都要去看一下 守財母的工人 一個工人發現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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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牠放在原來的洞 然後想像那個金子能不能在裡面 這樣做對你來說效果是差不多的 因為金子在的時候其實你沒有用過牠 因為你並沒有讓牠發揮一點作用 好簡單耶 又好拐對不對 可是它是一題正式的題目 就在考全世界15到18歲的青年學生 你有沒有閱讀能力 怎麼考喔 讓你排順序 讓你排順序 好 時間關係 這答案很簡單 那我們重點是把它應用到歷史上面 我現在剛剛要告訴你 我給你經驗那個複勢 最快的方式 夾五戰爭的爆發語領獎 這一題很難 因為在別的場次的時候 全隊的很少很少 全隊的很少 各位要不要試試看 因為上課就是要互動 互動是現在最需要的 你耳朵借我 那你做題目好不好 你試試看這一題 我昨天參加我們檢校團的讀書會 在校團室 12個人找了一個外國人 來教 來帶讀書會 外國人帶讀書會 他要怎麼辦 一開始給你貼名牌 你叫什麼名字 接下來發給你便利貼 他準備了四大張的海報 上面只寫了幾個符號 用顏色管理 一個是同意 一個是不同意 一個是值得分享 一個是驚訝的四方面 他給你便條貼 四種顏色的便條貼 搭配四張不同顏色的海報 跟他想要圖顯的 然後呢 做了一個實作的功課 要所有的夥伴先讀過第一章 在第一章 chapter 第一個單元裡面 你同意他的觀點的寫一句到兩句 不同意他觀點的寫一句到兩句 你覺得很驚奇 我從來沒有想過這個人覺得很震撼的寫一句到兩句 最後一個 你覺得我沒有跟我的他的分享 不可 非分享不可的一句話 寫在便條貼裡面就聽出來 我的讀書會第一次受到震撼 昨天 昨天 我們讀書會是這樣讀 為什麼 因為老師是 這個老師的專長是教學技巧 他在代讀書會 讀哪一本書 王牌教師的四十九種教學技巧 遠流出版社會 王牌教師的四十九種教學技巧 因為這個老師 這個外國人就專長在講 怎麼教學 所以他代讀書會的方式 不是我們傳統的分配章節 報告心得 我們這個燈光七分加 吃一點點心 就開始討論了 不是 我本身代讀書會本身就是活動 他為什麼要給你貼名牌 為什麼 要讓每個人彼此認識 其實我們通常是同事了 老早就認識了 可是他不要這樣做 他希望你更生產的 因為他要你對話 他要你對話 並且要你上台報告 不是貼文就沒有了 不是 下一步的操作是什麼 每一個人找你最有興趣的那個主題 是同意的 或者是反對的 甚至驚訝的 還是值得分享的 每一組都要人 然後 你跟你的組員去討論 我等一下怎麼把大家不同的意見做反饋 教學已經到這樣了 我們可能從來沒有想過 有一天我們要做任務 而他可能出現在各位的選修課 可能在各位的選修課要出現 為什麼 因為你的學生的程度會有稱職 當然如果說我們在地學校不用擔心 還是最優秀的 因為他入學管道 不管方式什麼 都是最強的已經拿到 我們反作 我們把它模仿 模仿來操作 下一頁有答案 你答對了嗎 你答對了嗎 最難的是什麼 最難的是第三個黑點 台灣被迫割讓與日本 我們雖然習慣拿關起來 不是就割讓台灣了嗎 可是如果就文本 閱讀本身 它最後出現了 而且如果就持續 我們回到最開始 真的研究歷史 事實本身 是不是台灣最後才得了 是耶 是真的是這樣 真的是這樣 所以 下一頁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我們 重視文本的閱讀 我可能透過一個題目的設計 我要你學會的可能是版作 可能知道別人可以這樣做 我可能沒有想到 這就是教科書 我們泰語版的教科書 裡面的內容 我只是做某一個段落的三節 甚至改譯 我讓變成有意義的編排 我要做一種推幌 做一種嘗試 另外一種